应该怎样修佛 不要往金教里头转了 往金教里头转 说苦不堪言 我说不开智慧 所以学的什么 学的皮毛 文字皮毛 那叫现在的名词叫佛修 那不是修佛 修佛要像佛一样开悟 绝不是把佛的东西记在心上 把佛的东西记在心上 变成所智障 还是障碍你 你行进行 下面说 佛华言经 是世尊最初所创严 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实现 成佛的时候 第一部讲的华言经 这最初讲的 小臣不承认 为什么呢 佛在定中讲的 我们一般人看到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 二七日中 他在菩提树下打坐 两个星期 才出定 我们怎么会知道 他在定中 为法身菩萨 讲华言经 那就是什么 他开悟 民心见信 那信是什么样 详详细细 跟大家 做个报告 这个报告 就是 大方广佛华言经 慧能大师 开悟了 给五族人和尚 提出报告 二十个字 能大师的 这个开悟 跟释迦牟尼佛开悟 没两样 完全平等 然后我们就知道 慧能大师 这二十个字 一展开 就是大方广佛华言经 大方广佛华言经 一浓俗 就是那是二十字 妙啊 一个是细说 一个是指讲纲领 所以能大师 能不能讲华言经 没人齐情 没人找他了 真要齐情 请他讲华言经 他讲的跟释迦牟尼佛 一模一样 这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个里面 也就是教导我们 应该怎样修复 不要往经教里头转 往经教里头转 说苦不堪言 不开智慧 所以学的什么 学的皮毛 文字皮毛 那叫现在的名词 叫佛修 那不是修佛 修佛要像佛一样开悟 绝不是把佛的东西 记在心上 把佛东西 记在心上 变成所智障 还是障碍你 你心见心 障碍你见心 你见不了心 障碍你正苦 这肯定造成障碍 可是你要认真去念佛 求往生 还得要把这个东西丢掉 你得用清净心 生无量寿 生极乐过 心不清净 到不了极乐世界 这个都都要晓得 这华语人出手 那法华金 末后之吹叫 说一个最初的 说一个末后的 自始至终 为为此大肆因缘 于令众生 开始误入佛之之间 这什么意思呢 下语说了 一切与一切众生 开明本心 同佛之间 等真觉也 这解释了 佛的之间 佛的之间是你的本心 你本心里面 这个本心就是 像惠南大使所讲的 何其自信 那就是本心 本自清净 本自居住 居住什么 一样都不去 远远漫漫漫 华言经上 说出来了 佛说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得相 用这一句话可以解释 能大使所说的 何其自信 本自居住 居住什么 居住如来智慧得相 那智慧得相是什么 那用我们这个经来说 就是 大臣无量受状元 大臣是智慧 无量受是德 状元是相 通道去做 本自居住 没欠缺 所以 佛法没别 放下就是 阿 你 头 佛 阿 你 头 佛 阿 佛 你 头 佛 佛